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曾志祥 今天来进行我们看产业买未来的 这个系列的专题 今天的一个专题 我们主要讲的是一个电池产业 看完这一集的一个节目 我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 能够了解到电池接下来 新的应用的一个方向 能够了解到电池接下来的 未来的展望到底是什么 然后也会给各位一个 很重要的核心结论就是 电池这个产业 其实大家在看最近的AI server 高度的一个成长 事实上电池的相关产业 其实它也是受惠的概念股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 要跟各位探讨的一个核心的重点 电池的新应用 电池的未来 以及AI的server的带动 也带动了电池的一个需求 首先第一点 我们来看电池的新应用 因为一般传统的一个电池的一个应用 就是我们所想到的包含的手机 包含的笔电 包含了很多零零种种 过去大家所习惯的一些 3C消费电池的一个产品 但是逐渐到了近年来 包含了电动车 电动自行车 还有这个电动机车 这也都是一个其中的一个应用方向 我相信现阶段大家都越来越熟悉 都越来越熟悉 包含了这个鸿海的电动巴士 这些都有 这是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 目前整体的一个电池的新的应用的一个范畴 但是在这些电池的新的应用范畴当中 我们是不是能够再衍生出来 对我们接下来能够更有明确的一个方向跟需求 这时候我们就会再进一步 再往下进一步去看 看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未来电池需求的重点 包含两大区块 哪两个区块包含了家用ESS 就是所谓的家用的一个除能系统 包含了资料中心的BBU 就是所谓的资料中心的备源电池模组的这个区块 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这一集节目 会来跟各位去探讨的一个主题 然后也介绍这两个重点的未来需求方向 让各位知道 家用ESS跟资料中心的BBU 好 那我们再往下看 那首先呢 我们你可以看到右上方 右上方这里 这个是所谓的家用ESS 就是家用的除能系统 那这一台呢 是银正3628的银正 所推出来在他们官网上面所推出来 他们其中的一个加油除能系统 ESS的一个其中的一个型号 它分成 我稍微介绍一下 它其实我在看看官网上的介绍当中 它分成两个 其中一种是可以装太阳能板的 另外一种是不用装太阳能板的 这是两种方式 那它有一个所谓什么样的好处呢 我们先来了解 了解什么 就是说这个除能系统对于一般我们家用来说 它有两种方式 第一个就是如果你没有太阳能板的 你看我左边所写的 这个除能系统它可以在电价 比较低的时候来储存能量 一般来说我们晚上的电价 不是用晚上的半夜的一个电价 跟白天的电价 或者是某一个时段的电价都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它是电价在比较低的时候 来做一个除能来储存能量 然后在电价比较高的时候 拿来去做使用 这是一种其中一个方向 又或者什么 又或者是假设你买 假设你家有这一台 它是加装太阳能板的 一般来说我们都知道 太阳能只有在白天的时候能够发电 所以它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说 在白天的时候有加装太阳能板的 发电量比较高的时候 来做储存能量的一个动作 到了晚上没有发电量 这个没有阳光可以发电的时候 然后来释放能量 那当然这是一个概念 当然实际目前家用储存能系统 应用的就是这样子的方式 那如果我们从这个区块去做一个衍生 衍生什么 过去一段时间不管是中兴电雅力 或者是一些华晨等等 他们其实的概念就是把这个 家用ESS的储存能系统 把它扩大延伸到整个台湾的 这个一个范畴 所以它这个逻辑是这样子 所以这也是我一直要跟各位 刚刚这一集节目要跟各位所表达的 在未来电池未来的两个需求重点 第一种叫做家用ESS 就是家用的储存系统 那至于接下来第二种 未来的需求重点 在资料中心的一个部分 它又是落在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方向 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跟各位探讨的 资料中心的backup battery unit 备源电池模组 BBU 那它其中是资料中心 伺服器在备源稳电系统当中 当电池发生停电或者是供电不稳的时候 自动将地缘切换到BBU的一个除能装置上面 那当然一般来说讲到停电 讲到断电 大家的所一第一时间会想到的是过去 我们所熟悉的这个UPS 就是不断电系统 其实不断电系统当中它本身 也有所谓的这个里面也有电池 就像一般我们家用的一个电脑 如果你很注重这一块的话 或者是很注重你的资料的保护 或者是你的家用电脑当中 你可能在运作的时候 你很注重资料的保护 或者是里面硬体设备的保护的话 有些玩家他会去另外自己再添购 所谓的这个不断电系统 UPS 那相关的不断电系统 当然我们在谈的这个部分 其实有一点类似的概念 但是资料中心的一个备源电池模组的 一个系统部分 它其实就是所谓的这个UPS 过去的UPS的一个进化跟进阶的一个版本 一般来说你在一个server的中心 server的中心当中 它另外会需要再去找另外一个场地 来安装所谓的不断电的一个系统 的一个部分 它不仅会需要额外的硬体的成本 跟额外的这个地方 需要的一个空间来去做摆设 但是呢 这个新的一个概念 其实也不算新的 因为也推出好几年了 意思就是说 现在比较更新进一步的一个 这个不断电的一个方式 或者是维持供电稳电的另外一种方式呢 就是这个所谓的资料中心的BPU 它是将电池的模组整合到机柜当中 不需要另外找地方再去设置 所谓的变这个备源的电池房 不像以前还需要另外一个地方 来做所谓的UPS放置的一个地方 而新的它就是直接整合到 你的server整个柜子里面 这就是我刚刚最前面一开始在谈的 两个重点 ESS跟BPU 那如果我们再往下看 再往下看之后 我们更能够进一步来去探讨 更能够进一步来去发现 事实上过去这一段时间 AI的应用一直不断的在开花结果 各家的资本支出也不惯的在做一个扩增跟扩大 不管是Google也好 不管是Amazon也好 不管是微软也好 甚至到NVIDIA也好 当然它是一个AI的一个运算的晶片的龙头 但是在这背后呢 我们之前在这个透过一些资料 尤其像资车会 国内的一个资车会 研究的资料当中发现到一个问题 什么样的问题 就是说AI的应用 它带动了高效运算的一个发展 但是同样它也带动了什么 更高额的一个能源的电力的一个需求 就像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相信很多的好朋友应该都能够了解 像以前我们如果用家用电脑显示卡来去算 来去讲来去做举例 以前像这1080 2080的显示卡 耗能只要超过300瓦都很大了 对不对 耗能只要超过300瓦 它所产生的热量 还有那个瓦数耗电量 都已经是逐渐的在往上提高 那种免差电视的显示卡 好像越来越难找 但是到了现在像4090 目前40系列的旗舰卡 它的耗能 功率就是它的瓦数 基本上就是450瓦去做起跳 然后旗舰版的可能它的目标就达到600瓦 就是这样的概念 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 来去做衍生 衍生什么 像AI伺服器的数量 它AI伺服器跟一般传统的伺服器 最大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除了CPU以外 里面就新增了更多颗的GPU 这个GPU就是NVIDIA的一个所做的提供 所以我们在这边来去做一个举例 像以前传统的伺服器 像是云端伺服器 它一般搭载的是所谓一颗CPU 或者是两颗CPU 像AMD 所以之前几年很受惠 业绩成长很大的那个部分 就是双CPU的伺服器 它的功耗大约是1000瓦左右 1000瓦左右 1000瓦我记得没错 那个计算方式 大概1000瓦开一个小时 用的一度 是这样子的计算方式 如果说以到目前为止 到目前为止 这个是传统伺服器只用到CPU 如果是以最新的到目前NVIDIA 它搭载8颗NVIDIA最新的DGX-H100的GPU 这一款也是被禁止卖给中国大陆 对不对 它的功耗 它的功耗 AI server的功耗将会飙升到11.3kW 就是11300瓦的这样子的瓦数 等于1万瓦 等于开1万瓦的电开一个小时 就10度 就10度 你就可以去换算 那个费用是大幅度的往上堪称 所以这边就带动了两个思考重点 哪两个思考重点 哪两个思考重点呢 第一个部分 瓦数越高 耗能就越高 耗能越高 自然而然它的一个散热的需求就越高 所以先前包含了什么 这个AI的这个server崛起之后 很多的散热族群包含了建设双红 整个也都上来 但是我们进一步再反思 反思什么 既然如此 这样子的这个能源的需求 电力需求越来越高的情况之下 你要维持这个系统的稳定 就像过去大家很熟悉的那个CHET GPT 它维持它的资料库的完整 当然不能停止供电 但是因为这样子的需求 自然而然它所需要的电力就更高 所以相对来说 倍元电池的容量也就要越大 是同样的概念 所以我们最后给各位下的这样子的结论 就是AI应用带动了高效能运算的发展 事实上也同步带动了高额的能源需求 而今天这就是我们要给各位的主题 电池的这个产业 在AI的带动之下 它其实也是受惠的相关的个股之一 至于相关个股 我们已经列在上面 有相关有兴趣的好朋友 可以多加去做一些研究的一个功课 那最后呢 如果说你喜欢阿翔老师的 看产业买未来的系列主题 那欢迎追踪阿翔老师 喜欢的话 请帮忙在我们的影片下方 按个赞动动手按个赞 又或者是更进一步 想要了解阿翔老师的更多的一个产业的资讯 跟各国的资讯 就欢迎加入阿翔老师的LINE 感谢各位所有好朋友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 谢谢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就有一档最新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不好 就是你